古代四大妖书,一本能修仙,一本恋会非死极残,至今是未解之谜,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,留下了丰富而神秘的文化遗产,其中有四大妖书传说至今,被认为具有神奇的功能,如修仙,预言未来,以及操控军事,这些古老的文献中蕴含着古代智者的思想和智慧。 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妖书中的奥秘,穿越时光的迷雾,寻找通向古代文明的钥匙,探寻历史中的宝藏,点击订阅纵观史书,第一妖书,鲁班书。 鲁班书记录着古代建筑大师鲁班的匠心独运和奥秘无尽,鲁班生活在春秋时期,被后人誉为工匠之神,他的木工技艺不仅奠定了古代木工技术的基础,还创造了众多实用的木工工具, 鲁区齿、墨斗、豹子、钻子、锯子等。 然而,他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是制作出能够飞行的木鸟,连续飞翔三天三夜不坠落。 在临终之际,鲁班将自己毕生的心得写成鲁班书,传是秘籍。 这本神秘的书分为上中下三卷,采用了简单的符号与口诀,上册详解木构架图解和将人记忆绝较。 中册记载宝胎、止血、治病等符咒,下册则探讨迷魂术和隐身法等神秘术术。 然而,这部棋书并非轻易可得,因为鲁班在书上写下了诅咒,规定学此书者必须终身孤独,就算是他的学徒,也需花费六年的时间方可有资格亲自阅读。 这严苛的限制使得鲁班书的奥秘更显神秘莫测。 有一个鲁国匠人因完全无法解读鲁班书反被诅咒,不得已将其焚毁。 这一事件导致许多鲁班书中记载的独门秘书消失,成为历史中一个永远的谜团,这使得这部建筑奇书更显神秘。 其奥秘深不可测,鲁班本人是一个孤僻寡言的人,嫌少与他人来往,他的生平事迹鲜为人知, 但从他留下的作品中,我们似乎可以隐约看到一个智慧而痛苦的灵魂。 据说,当时鲁班在外做工,好久未回家,而他的妻子身怀六甲,对他十分思念, 于是就想坐他的牧鸟去探望,结果操作不当,在半路掉下来一石两面, 于是从此他闭门不出,白天专心置之于木工记忆,夜晚独自坐在院中, 望着明月发呆,邻居偶尔能听见他自言自语的声音,仿佛在于一个虚无的影子诉说着什么。 这种神秘而又孤独的生活,似乎反映了鲁班内心深处的伤痛, 他通过创造来弥补和治愈自己破碎的心灵, 制作的木鸟和木偶展现出他的匠心独运, 但可惜这些作品都未能留存至今,只能通过古书的记载窥见一二, 鲁班用一生的心血编撰的鲁班书,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发展史上的封碑。 虽然大部分内容已失传,但其匠心依然可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找到, 这也让我们反思,每个伟大的灵魂背后都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。 第二妖术,推背图,推背图来历众说纷纭, 但主要流传的说法之一是,圣唐时期太白星现象引起了剑官的关注, 他们认为这是国家将面临动荡的凶兆, 唐太宗李世民因此邀请了当时最著名的玄学大师, 朝中官员袁天刚和李淳峰, 希望他们能解读这个预兆并提供对策。 原,李二人看到了事态的严重性。 数日闭门推算,最终绘制出了推背图呈现, 这部预言书通过诗文与图像的形式, 预示了从唐朝几百年后到未来二三千年中国和世界的重大事件。 然而,推背图的来历仍存在争议, 有的认为是原,李二人所作, 有的则认为是后人委托之作, 甚至还有观点认为其编撰经历了几代人的积累。 无论其真伪如何, 推背图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预言书籍, 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, 它反映了圣唐时期文人对政局和命运关注的心理, 也启发了我们审视预言这一文化现象的内在意义。 或许, 推背图是古人在动荡社会中试图寻找依托, 探索历史规律的一种表达, 放下迷信的成分, 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人类对未知的一种探索精神。 第三妖书, 奇门遁甲, 这部古籍的故事起源于中原大帝, 当时为了争夺有限的土地资源, 诸侯之间频繁爆发战争, 而在这乱世之中, 一个强大的力量崛起, 九黎部落联盟在中原西北占据了一席之地, 九黎的首领赤友以凶悍过人的力量令中原诸侯闻风丧胆, 面对这个强大的敌人, 各国君主纷纷求援于当时最具威望的领袖, 皇帝。 然而, 九黎世大, 皇帝屡战屡败, 陷入了无法摆脱的苦境, 在皇帝陷入思索的时候, 他的亲弟弟炎帝提出了一种奇特而神秘的建议, 那就是求助于隐居深山的女子玄女, 据说玄女通晓天地万物的一切事情, 他居住的地方隐藏着一本古老的书籍, 奇门遁甲, 这本神秘的书籍记载了如何利用阴阳五行, 兴向地理来调动军队的法门与心法, 当皇帝得知这个消息后, 他派遣使者跋涉山川, 最终找到了隐居在深山中的玄女, 玄女将奇门遁甲奉献给了皇帝, 这成为了皇帝战胜吃油的奇异武器, 原来奇门遁甲所包含的智慧, 是通过阴阳五行, 星象地理等元素相互配合, 操纵军队, 制胜强敌的独特法门, 皇帝在玄女的指点下, 勤学苦练, 逐渐领悟了奇门遁甲, 奇门遁甲的奥秘, 最终他能够运用这些古老的智慧, 如同神明一般指挥军队, 在战场上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, 从此以后, 奇门遁甲的名声传遍天下, 成为历代王者谋国家兴旺的重要法宝, 汉武帝在平定匈奴的战争中, 也曾聘请通晓奇门遁甲的谋士, 成功地借助这些智慧击败了强敌, 这本神秘的古籍, 蕴含着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, 其博大精深, 融会贯通阴阳五行, 星象地理, 为古代战争与策略提供了独特的视角, 奇门遁甲的内容, 也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演变, 丰富完善, 成为中华文明宝贵的遗产, 第四妖术, 一经, 这部经典的起源, 可追溯到三皇五帝的时期, 传说中, 皇帝在观察河土, 洛书的启发下, 创造了八卦, 而福西则基于此创建了六十四卦, 形成了一经的雏形, 周文王, 周公和孔子等历代圣贤, 对一经进行了不懈的继承和发展, 使得他逐渐变得更加完善, 作为中国古代占卜的守部著作, 一经记录了上古时期, 人们观察自然, 皆是天地规律的心得, 可谓是古代文明的巅峰之作, 一经以六十四卦为基础, 揭示了宇宙间的对应关系, 阐述了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规律, 每一卦都由阴谣和阳谣构成, 不同的组合对应着不同的状态, 如前为纯阳, 坤为纯阴, 代表天地, 其他卦则表示更为复杂的状态, 卦名抓住状态的主题, 卦词概括了该状态的本质, 对卦的含义进行了深刻解释, 卦词之后, 对个别谣的解读更是进一步产发了卦译, 已经以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丰富的哲理, 李珍蕴含着顺应天道的人生之道, 小人用力警示着世人不可瞒干, 帝氏昆, 君子以厚德载物则明示了人正的重要性, 这些简短而精致的语言, 蕴含着深刻的哲理, 是对人生, 道德, 政治等多个层面的深度思考, 通过学习, 已经一个人可以提升个人修养, 洞察事物发展方向, 在充满变化的世界中保持灵活应对的态度, 已经的独特之处在于, 他将宇宙万物的对应关系, 简练而精妙地表达出来, 六十四卦虽然组合简单, 却对应了天地间所有的物质形态和状态, 如果人们能够领悟, 已经中的智慧, 他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宇宙的奥秘, 顺应天地的规律, 真正洞悉人生的真谛, 一经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, 是人类对宇宙规律探寻的历史见证, 其博大精深, 蕴含了丰富的哲学内涵, 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, 这四大妖书凝聚了中华民族古代智者的智慧, 是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, 它们不仅是神秘的文献, 更是古代智慧的结晶,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妖书, 而是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去学习, 去探索这些古籍中蕴含的深意, 这些书籍留存在我们面前, 或许正等待有心人去发掘其中隐藏的奥秘, 在继续研读, 不断学习的过程中, 或许有朝一日, 我们能够真相大白, 希望我的文章能够引起您的共鸣和愉悦, 如果喜欢,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朋友。